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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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童心 我們請盡快就座 這節課是由我們潘宥謙潘老師帶來的演講 請大家一掌聲歡迎他 謝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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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大家 你們是怎麼會來 怎麼會來這裡上課 不是啊 什麼原因你知道要來這裡上課 朋友介紹 還有親人介紹 還有 請一份人 路邊 本團團你看到就來 有 沒有 你喔 我看到這就來了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 很多人 接受民政府 第一 第一 原因 還是說第一 就是 親人朋友的關係 啦 是因為 親人朋友 感覺 民政府 是一個好的消息 跟你們說嘛 就算你們聽到第一次的印象都是 不可能嘛 是不是 不就是說 欸 怎麼有這個東西 會有什麼事 嚇壞嘛 大部分都是這樣啦 還是說 這個人是你的事大人 你所信任的朋友 你來聽看看 是不是 有辦新聞講嗎 大家有辦新聞講嗎 有 還沒下來 好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個台台的學生 台灣大學的學生 要怎麼證明他是台台的學生 學生證嘛 還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他學生證掉了呢 申請補發 那如果暑假期間沒有再補發學生證呢 申請再學證明嘛 或者是申請成績證明嘛 好 為什麼要那張新聞講 那就是一個文章 心分的文章 你如果說的 你說你是台灣人 你是什麼人 你是台大的學生 教大的學生 都一樣啊 沒有辦法證明啦 因為我一次我就去看電影 我跟他說我買學生票嘛 很多都由台學生票嘛 他說你拿學生證來給我看 他說 他說 我就跟他說 你看我的臉 你不會覺得我是學生喔 他說我看你的臉 我不會覺得你是學生啊 你的學生證給我看 你才是學生啊 他說 你這樣操勞 我才會知道你是學生啊 不是學生 現在就是這個文章是很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說 在法律上面 法律上的啦 法律上的文件 所以先要請這個 請這個就是切割你的身份啊 你對中華民國這個 體制裡面切割出來 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的新聞啊 不是說 扮這個 你就可以用這張出國呢 不是這個意思啊 要出國是要有一個 叫做旅行文件 Travel document Travel document 旅行文件 是一個統稱啊 是一個統稱啊 有租款國家本的 叫做Passport 他也是一種旅行文件啦 旅行文件就是有很多種 有一次性的 還是說 無國這個人 有主權的國家本來 無國這個人的這個 文件 旅行文件就是 叫做旅行文件啦 旅行證這樣啊 今天的課呢 就是 該讀該讀啦 如果是 價格官 或是我們現在國家的 經濟 在看 會產生 偏差 或是 五個 甚至 我們一直過去 感覺對的事情 其實 你如果把它減減下去 都會出現問題啦 我們說六十九年 經過 獨海的教育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時間點 1945年到今天 六十九年 在算是這樣 在算的 我們俗上紛亂 很多人俗上 歷史的記事 經驗 跟實際上 歷史發生的事情 已經產生一種錯 一種誤差 一種迷失啦 我們來看 空襲這件事 來我們看案例 依一下 我們來看 照美鳳光合 還不懂 那些小孩都知道 阿桑 你以前住在台南 台南 對 這幾十個都這裡 哦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我們 一起去找我們 對 我們美鳳光合 最近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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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日本人 然後就跟日本人 中國來嗎 中國要過來 以前後來就中國不來 中國不來那時候 日本要回來我還知道 那時候是有的 日本要回來 民國三十三年 所以你對日本的意義 這個阿伯 這個阿伯 你看電影看後 你覺得他在哪裡說不對 其實 你在訪問的時候他自己在說的東西 他不感覺有 矛盾 不感覺 錯誤 或是奇怪的地方 這 不能怪阿伯因為 我們不知道歷史最上 或是說沒有親身體育的人 我們九月下來都這樣 日本空時 所以不記得 我們是大人 老闆 阿公阿祖 那個時代 那就是日本那種 是不是 我給他整合一下 他兩回的時候 美鳳空和日本那種的 日本空襲台灣 問題出在這裡 日本那種的 空襲自己管的台灣 那不是很奇怪嗎 這就是 邏輯上的錯誤 如果是我們 洗腦到要洗到變成 我們對歷史的記憶是這樣 台灣民國加台灣 經過六十九年的洗腦 怎麼變成這樣 今天這個科 就是在把我們頭部裡面的這個鐵 把他穿好 把他交給他 因為台灣民國 不是台灣 我們六十九年的洗腦 洗到今天 所有的人都認定 這個 認定三性問題 台灣人 是都嘴共的台灣人 我們很多人 在說我愛台灣 我是台灣人 都是嘴共的 其實我們頭部來的 這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國家人的教育 所以我們從中國 南民來 跟這裡 殖民了六十九年了 把他們的思想 灌注在 我們頭腦裡面 很多東西 是貴的 是貴的 是他們自己 創造出來的文化 中國的現象 我們會拿這個 車連牌的動作 自己的最頂 拿這個所謂的國旗 當作我們自己的 國家的代表符號 這流氓旗 流氓男民 他們的海軍旗 有沒有 這很明顯的 如果出國都拿這支 就愛台灣 感動到要死 因為我們情感 讓這個東西摸掉 頭腦裡面 都是這些東西 這也是 法國比賽 環法賽 拿這支說愛台灣 為台灣加油 黨國教育 的精髓 黨國教育精髓 就是別擦 就是騙 就是騙 就是這支 真正好 抹擊 兩輪的 總統 真正好 從頭到尾 69年 從頭到尾都跟台灣人騙 跟台灣人洗腦 我們本身 是什麼身份 忘記了 把我們洗腦一直洗 洗到現在人動 我們的祖先 從中國來 我們是漢人 人動 有當孫說沒有當孫嗎 來 我們來看八字八字在哪裡 不是國旗的國旗 這是那個網站 全球旗幟 找到海軍軍旗 我請那個 我們這個動心 動心來的那個 小菜 你幫我開網頁給他們看 我直接找 因為 有人說我上課 你這都自己做的 自己打理的 我們直接找網頁給大家看 你開一個Google的網頁 我叫大家怎麼搜尋 開Google網頁 然後拉過來 好 你要打那個全球旗幟 全球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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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這 這個 你把它點到 好 你點到 好 來 我們來看 呃 啊往下 往下 往下拉 有國旗解說嗎 往下拉 這就是他們車連牌的嘛 國民黨的嘛 來往下拉 你看 過去跟美國走到沉迷 所以他們用美國那種形式 在做他們的國旗啦 來往下拉 往下拉 有很多草案啦 往下拉 這也是軍旗啦 這也是軍旗 好啦 往下拉 旗室 來 這裡 有色旗還是中華民國最早的國旗 還是要來流亡到台灣的過程 來往下拉 來看這裡 他流亡到台灣的時候 他用這個旗說他的國旗 再往下拉 對對對 往下拉 看圖就好了 往下拉看圖 來 陸軍旗有嗎 這陸軍旗 來 來 好好 這裡 這海軍旗啦 全台灣人那種騙騙 到說要抓一支海軍旗 都是國旗 這網站你自己回去找就找得到 好 這個網頁先收掉 收掉就好了 所以我們過去很多東西 是挫折在我們身上的啦 這是五色旗嘛 五族共和啦 中華民國五族共和那個概念 做的旗子 沒有台灣的假憲法 1936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五五憲草裡面 他說這裡是他的故有僵域 這裡有台灣 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如果要辯僵這個領土 要經過國民大會同意 通過 他開始到現在都沒有通過 把台灣變更為他的領土 沒有這樣 沒有通過 你說自古以來的 蒙古為什麼讓他建國咧 奇怪 自古以來蒙古也是他的 那不是嗎 你說大家都要用自古以來來看 你看這個 美國 他的那個 國憲 105年的時候 就是1926年 1926年 他跟那個 中華民國同盟國嘛 好朋友啊 他做生意 他做生意是自己印 印鈔票給中華民國 來幫他親身喔 你也要不要看說 這支機子 會比較小 美國比較小 中華民國比較大 不是 你看這是立體的 美國機子在頭前 它是在前面 你注意看他在這裡 美國鈔票公司 中華民國在那個時候 他沒有能力沒有技術印鈔票到他錢 甚至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要換給我們的錢 我們日本錢 要換做台幣的時候 那錢是美國印給他的 美國印給他的 換台幣換了 我們把錢拿掉 我們把錢拿掉 再來他就開始變賣 他們所接收 接收喔 比較好聽啦 要說夾收啦 你讓他夾他 這些日產啊 這些台灣人的土地啦 這些 這些 我們老來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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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麥局那個 台湯那邊 夾收之後 變賣 回去 正正啦 他也知道說 來這裡占 我們贏 是兄弟贏 賣多久啦 賣多久他就要回來 所以可以抽 可以賣 即使我們的物價 波動 很大 所以比較正正 後來我們的錢 越來越大越來越薄 變成 四萬元一戶的新台幣 所以我們有一個古台幣 再來有新台幣 新台幣換了 我們第二項皮 就用北條牙 這是過去發生的真正的歷史 而且台灣人都不知道這裡的事 知道的人也很少啦 四大人也不敢說 為什麼 因為228的時候 精英就被殺掉了 沒有被殺掉的精英 也不敢講話了 精英是什麼 讀書人 有智慧 有思考的人 被殺掉了 不敢說 所以到現在 四大人 全亞洲 全亞洲 醫療最好的國家就是 兩個地方 就是台灣跟日本 現在台灣會變成 醫療最好的地方 一段人沒有跟你說 你不會打算 你就去賣兵 你會打算 你就去做醫生 所以 你也不去插政地 過去 那慘痛的歷史 一直是這樣子 那泰人的齁 泰人的今天跟我們說 過去的仇恨不要記 要忘記仇恨 忘記過去 我們今天不是要把他擱回來 我們今天只是要求 轉型正義而已 但是說你要忘記仇恨 他泰人的人 叫我們忘記他的仇恨 所有的主願都會落掉的 來 海牙第四公約有說 合法政府的權利 如果落在占領者手中 占領者應當 注意看這裡 尊重當地現行的法律 我們在這裡已經有 原來的法律了 但是他沒有遵照原來的法律 他頒布他的法律 違反海牙公約 沒有漢賊不兩立 中國人 北蔡說好聽的 叫做修辭學 好聽叫做修辭學 過年佩拉撞伯 叫做睡睡平安 好聽到嗎 怕輸贈贏 所以你的聽到 說話說得很好聽的 會稍微討論一下 廚科他後面到底是什麼意思 修辭學修的人很好看 很好聽 漢賊不兩立 什麼意思 今次來的時候 他說他漢 對不對 共產黨是坐的 所以他們加入聯合國 我就退出 來我們來看 誰退出聯合國 還沒看答案之前 你認為是誰退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的請給他手 中華民國 你認為中華民國請給他手 放下 你認為還有其他的答案嗎 蔣介石 有人說蔣介石 退出聯合國請給他手 好 來我們來看 這是聯合國他的決議文 中文版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 要決定恢復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等等 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一切所屬機構 從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中華民國的代表 蔣介石的代表 中國 China 這個名 這個國名 在聯合國是沒有被移除的 只是他的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跟中華民國政府 兩個不同的代表 把蔣介石這個代表驅逐出去 中文的 你想說 這我自己打字 故意做圖 沒關係我們看英文 來 這也是英文的文稿 這裡 有沒有 Expel Forthwist 驅逐立即 立足 蔣介石 From the place 等等 這 所有的 非法占據 這就是文件 我們在講國際化的時候 拿文件給大家看 信到不信 就是自己 抵批的抉擇 來 我們來注意看這個題目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 為了重返聯合國 我們主張公投入聯 對不對 對了請舉手 你覺得對啦 這個問題對請舉手 不要害羞 來 你覺得不對了請舉手 不對 你覺得不對 好放下 對 跟我們同一個問題 投票有兩種嘛 不對是不對在哪裡 台灣 對了 你認為對是哪裡 哪裡對 好 這要這樣解啦 1971年是誰 剛剛我剛剛給大家看 是誰退出 蔣介石代表台灣嗎 不是嘛 我們台灣有授權他嗎 在1971年以前 是誰加入聯合國 不啦 1971年 他說他退出嘛 是誰加入 蔣介石加入嘛 他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嘛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有加入嗎 對 所以這個題目的前提 就已經不存在了 不存在的問題 再把它衍生下去 都是虛的議題 都是假的 所以台灣既然沒有加入 哪來的退出啊 既然沒有退出 就不會有重返啊 這是連貫性的問題啊 沒有重返我們在主張公投入聯 是在主張什麼東西 一個荒謬的事情啦 所以政治人物 請很多地方在那裡說 公投入聯喔 不可憐啦 因為立場跟立基都不對了啦 你要用中華民國的名稱 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裡面就有一個中國的名稱 他怎麼讓你加入聯合國 你可能用那個同一個 那個身份證的號碼 同一個名字 加入同一個組織嗎 兩次加入同一個 然後同時有兩個會員嗎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來 違法的假戒嚴 這個時間點啦 頒布戒嚴 在台灣佔領區全境 包含台灣本島 實施戒嚴 這個520 520對中華民國來說 他們很重要的日子喔 佔領台灣實施戒嚴的時間啊 這就是政治戀獄啊 我們的選 我們騙去選他們的總統 就是都在這天嘛 對不對 戰爭法規定啦 你如果台灣戰爭史回顧 你就注意去看 239篇240篇有說到 戰爭法規定 軍事政府所俠的領土被視為外國 所俠的領土被視為外國是什麼意思 它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啊 戒嚴是什麼意思 戒嚴是你的領土內 你自己的國土內 發生了天災地變 發生了戰爭 發生了緊急事故 你宣布的一種 國家緊急狀態 叫做戒嚴啦 你想說那個 美國卡榫那 巨峰 那區 災區 那區就是戒嚴啦 他要宣布戒嚴就是戒嚴 那就是說 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 要宣布戒嚴的條件 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喔 戰爭法規定 軍事政府所俠的領土被視為外國 那莫名其妙啊 你去宣布別人的國家 一個好地戒嚴 什麼意思 他要騙大家說 台灣是他的領土啦 台灣是他的領土啦 他要騙大家這樣啦 都說竊據嘛 日本人竊據嘛 其實不是竊據呢 人家有條約的 有條約可以證明 我們這個領土是日本的耶 我們要去做兵啦 趕快聽到條約喔 禁止強迫被占領地居民 向敵國宣誓效忠 美國不是占領伊拉克嗎 他有拿槍給伊拉克的人民說 你來當我的美國大兵嗎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是被占領的耶 他占領我們 大日本 台灣的領土 他是我們的敵人 然後他叫我們去當他的兵 被送去金馬當炮灰 產生荒謬的事情 69年你用國際法去檢驗下去 這四人到底是在這裡做什麼事 都一些東西都用欺騙去做這些事情 假的首都最近在查這個問題 首都 中華民國首都在南京 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吧 首都在南京為什麼現在在台北 流亡啊 說很好聽有沒有 修辭學一個來好不好 叫做遷都 轉進 有好聽有沒有 都說到很好聽嘛 為什麼在台北 中華民國他本身就是流亡政府啦 這就是中華台北的原文 Chinese Taipei Chinese government in Israel in Taipei 流亡在台北啦 為什麼他不流亡在台灣 這就是Chinese Taipei的原文的意思啦 只是縮短了 修辭學一個來啊 我們是用台北的啦 我們出去不能說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去用台北的啦 因為我們的首都在台北所以 我們叫做Chinese Taipei啦 好聽有沒有 大家騙到喔 對對對 台灣人做動性什麼 可憐啦 那用台北的 我們要把他支持 同一件事 他就說得很漂亮 那我們就讓人騙了 台灣民國是用來騙台灣人的啦 他對來都說台灣民國啦 出裡都不敢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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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裡有說喔 回來都做英雄啦 有沒有 高雄市長啊 出裡說我國總統 我國是哪一國 現在修辭學再來啊 現在都說我國 他也不敢說公眾華民國 他都說我國 來 我們來改台北的國 過去要有台北屬上 你覺得台灣應該要導致 成為一個新個導致的國家 我們要追求 社會正義 富有安康的社會的國家 有這種想法的想法 包括我啦 其實我也是這樣嘛 有喔 後來我們放下來 我這個過程要跟大家 改台北的道 因為 我應該是 沒有一個角度來說 政治狂熱者 我沒有任何政黨 但是有投票 投票館那一天開始 我都到 我們過去思想裡面 我們的概念裡面 就是奔土健康的人 真的 姑母朋友要來支持 本土健康 教育台灣民間府以後 我這樣 蛤 原來 我們都做白工 白母的 不是父母 是白做的工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是一個 這個 國際法庭的一個定律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蔡英文說 2010年5月25 說 流氓政府是中華民國 沒錯啊 他就是流氓政府 還是他回來後 去美國回來後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所以今天去這個課 就是要把我們大家 這個觀念把它切開 才知道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邏輯上 流氓政府如果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那流氓政府就會等於台灣 這不是產生一個荒謬的結果嗎 台灣是流氓政府嗎 流氓政府可以代表台灣嗎 可是現在我們都被綁了 可是現在我們都被綁了 我們情感被綁架了 我們的意志也被綁架了 出去都 即使我們不認同他 我們還是拿著他的旗子 在搖旗吶喊所謂的愛台灣啊 對不對 我們情感都被綁架了 林柴做老爺 中流氓政府 政權動作自己的政府就是這樣 柴就是流氓政府啦 林柴做老爺 我提前給大家看 全途決議文 的第18頁 我們看一下全途決議文 直接跳到第18頁 全途決議文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 來 往下來 好 來 好的 看這邊 全途決議文 民進黨 所主張的就是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主權領域緊急台澎金馬 金馬是中國的意志 要把他們包起來就好 這個不是中國一樣嗎 台灣不是他的意志 要把他們包起來 一樣 與其付出島嶼及符合國際法 他也說國際法規定 名字 林海與林等等這裡 台灣故 故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 在這裡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會根據在這裡 這是他們的主張 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 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他說現在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等於說現狀可能不滿意 要變動嘛 現在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哪來的公投獨立啊 你就說你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在公投獨立什麼 你就已經是獨立的了 好 這個關掉 所以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這個概念 一定要深刻的在裡面建立起來 因為我們原來的身份 就不是中華民國 遊王政權不是台灣的政府啦 所以六十九年的教育 在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語言裡面 都一直這樣想 這樣翻譯 就是說 我們的習慣說 大力 但是這樣不行說大力 要說中國 因為大力 歐洲也是大力 歐洲也大力 歐洲也大力 是不是 你說大力來的 這大力來的歐洲 美國來的也叫做 美國大力來的歐洲 所以不可以說大力 要說中國 聽說中國人 不可以說多少人 你知道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說多少人什麼意思 不是歧視啦 什麼意思 你說多少人的前提是什麼 我要打一個比例 我說你是外省人 你是哪一省 是廣東 什麼意思 我是本省人 我是台灣 你一省 我一省 我們是共同的國家 叫做什麼 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的思想裡面很嚴重 是這個問題 你說你外省的 外省我本省的 你是外省的來的 所以我們的祖國是什麼 中國 你說外省的 書書裡面已經潛藏著 中國想在裡面了 這很嚴重耶 請用西元年 不用民國年 哪有問說你幾歲有沒有 你幾年家有沒有 你幾年家有沒有 比較新的說話 你幾年幾對不對 那是什麼 五十年家是什麼 民國五十年嘛 我們頭上裡面都是這種東西 很習慣的 這要把它封掉 世界接軌 這應該是接軌 我們要林東一中正式 有同意嗎 怎麼沒有同意 覺得怕怕有沒有 怕怕好像拿手一下 有沒有 你覺得沒有林東 不可以林東一中正式 有 沒有 沒有 我們繼續說下去 一中的定義就是這個 有人覺得 生人一中會怕 怕我們去用統一 過去覺得這樣想過 生人一中會怕去用統一 這問題也是 有嗎 有想過嗎 這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這裡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說台灣人有沒有 其實我們頭上想的 潛意識裡面 下意識裡面 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 我們被恐嚇過了 你選總統喔 打火鍋 我們用狂野嘛 策認我們是中國人 策認我們是中國人 不才會怕統一 中國人 要跟中國人統一 有道理嗎 有啊 他們家嘛 他們要回去團圓 有道理嘛 但是有一些台灣人 領中華民國 國民新聞前的台灣人 你不可以回去啦 你在這裡就好 冬就冬不來 還要把他摸大腿 叫他流下來 台灣人的嚴重 就是在這裡 今天最嚴重的問題是這個 所以我們 十九年的告佑跟我們講 我們的祖先都是 其實他就跟我們講嘛 你們是比較早來啊 我們是比較晚來啊 我們都共同的祖先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是不是 皇帝打敗誰 吃油 為什麼我們不是吃油的子孫 為什麼一定要是皇帝的子孫 我們不能是別人的子孫 一定要是你們炎黃子孫嗎 要跟我們講 怎麼講 你姓林 你就是源自於哪一省哪裡 你姓陳 你就是源自於哪裡 那你 都給你 逐步都給你找好 都給你倒下去 那你就會自然認同他 追到他身上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這個觀念 一定要再建立起來 統獨思想的來源 我在這裡分析給大家聽 什麼叫統獨思想 統獨思想 會屬上的來源 會根本到底從哪裡來 他叫孫五年 是哪武裝難民 就是他這裡的人 他們是武裝過的 他們有拿武器的 武裝難民 實施佔領嘛 1945年的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所以今年的10月1號 中華民國也在國慶 什麼意思 他們認同他們是同一國了 你現在看新聞 你10月1號就在國慶了嗎 但是新聞在報的時候 怎麼為什麼會在10月1號 難道是跟人民共和國 同一天生日嗎 他們已經統合起來了啦 我們在驚統瑜是怎樣 因為我們這些東西掛不開 我們去到北條的了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新聞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新聞 他們來台灣嘛 他們全部都自願來 不是喔 這個人有自願來喔 那也讓人來喔 那讓人來是怎樣 去殘民做做的說 欸來那領一包米啊 都拿起來了 還是說去你買一個豆油 就讓人拿起來了 他為什麼來 我外公今年過年齊 過翁了 他94歲 他以前做小學的先生 日本時代他就做先生 他一直做到 退休 他有到那個好友 就是說來的那個人 不管你來的那個問 給他問 你們是怎樣來啦 他說我就買一個東西 就讓你來啦 你是怎樣讓你來 他說那時候 他要撤退的時候喔 你若是在軍裡面 因為共產黨的軍隊在拘捕了嘛 他們有的都用投誠共產黨了 他們的部隊 比如說一贏的人 都走到沒幾隻 但是他還要編制啊 要得到我這邊嘛 所以他要編制啊 他要做班長 他要求高的人 要做班長要求多少人 照撤 叫來照撤 有人就好 你什麼名字沒關係 王大頭 陳大頭都沒關係 他就照撤就好 人家去拘捕 坐去 他就可以掛接了 他就可以掛接了 這是口述歷史啊 他就可以掛接 然後他的那個薪資就會比較高 那個時候 他說他們這些人是這樣子來的 這只是他們這樣子來的 其中一個因素啦 所以那個時候有不自願來的嘛 所以後來才有開放 所謂的返鄉探親嘛 解言之後才有 返鄉探親這件事情嘛 那所以這一票人裡面有兩種啦 一種是 仇恨共產黨的啦 國民黨軍被共產黨軍打嘛 所以他是敵對狀態啦 那種是國共一家親 也不是說他一定是認同共產黨 至少他的親人家人是在 中國那邊嘛 他想要回去跟他們團圓 不得已嘛 所以才說 他們非常想統一啊 想要回去 中國嘛 仇恨共產黨的會想要獨立 國共一家親的會想要統一啊 為什麼仇恨共產黨的會想要獨立 因為他想要脫離中共的追殺 所以他能在一個地方有安身立命就好了啦 這樣子啦 來 所以仇恨共產黨的是中國人啊 國共一家親的也是中國人 對嘛 他們來的都是中國人嘛 那他們在台灣要不要團結 要 一定要團結 沒有團結 沒有團結他來哪裡 他來這裡耶 這裡不是他的國土耶 這裡是我們本土台灣人耶 我們那時候的國籍就是日本 啊 啊 英雄找日本人 英雄改找日本人 啊 因為他代理美國占領沒辦法啊 他沒辦法啊 他代理美國占領 他就占領滾 拿武器啊 啊 我們怕輸啊 我們都繳械啊 我們怕輸啊 啊 他掌控台灣資源 啊 流亡在台北嘛 啊 掌控資源 啊 資源會用在哪裡 當然是台北啊 所以我們這樣說縱北親南 那不是縱北親南 是因為他好像流亡在台北 所以盡量主管都放在台北最好 啊 是這樣 所以國共對立 因為美國占領台灣 保護了中國人啊 修辭學又來了 他不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來這邊 台灣早就被 共產黨併吞了 有沒有 是我們來這邊 所以才保護了台灣 啊 什麼人去這邊耶 對啊 啊 到底是誰保護了台灣 是美國啦 是美國啦 因為美國把我們採 航空母艦採掉的 變成選機就採 採兩隻在那裡有沒有 啊 台灣如果說 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啊 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中華民國的總統是當局啦 他是代理美國管理台灣的 啊 保護中國人的什麼人 是美國啦 啊 去 戰爭保護中國人的什麼人 台灣人啦 啊 有可能嗎 我們做兵做到不知道 啊所以今天去國共和解 他沒有留在台灣的理由啊 他和解啊 啊什麼叫做和解 他要簽經貿協議 要做行李啊 簽ECFA 簽福帽 貨帽 大家會怕嗎 哪會怕喔 就是那個中華民國跟台灣 都在切不離啊 我給大家看 喔 待會兒給大家看 仇恨就是獨立 國共就是一家親就是統一啦 這都是中國人的想法啦 我們向簽領 台灣人去向簽領 中國人簽領 六十九年 我們做萬憤通 他這件事啦 因為他自小人就感到 共產黨是萬惡共匪啊 哇 你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自然會跟著他仇恨嘛 對不對 仇恨就會 就會走來這條路啊 台獨就是這個啊 我等一下還會再證明台獨是什麼 統獨的前提就是一個共同國家的概念 統就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國家的概念 我們要統合在一起 叫做統統一 所以東西德他們有一個德國德意志的概念 他們要統一 南北韓他們有一個共同國家概念 高利共和國啊好啊 是什麼朝鮮共和國好 有沒有統一 是不是 統一就是 統獨的前提就是這個啊 獨立就是從一個國家獨立而出 我在我的原生家庭 我要從我們家獨立出來 獨立生活 學生時代 我住在外面 租在外面 吃在外面 用在外面 我獨立了嗎 我獨立了嗎 還沒 哪裡 什麼東西沒有獨立 經濟資源嘛 對吧 可是當我結婚開始有工作 我在外面租房子或是 自己成立一個家庭 我獨立了嗎 獨立了 我從哪裡獨立出來 從我的原生家裡獨立出來 這才叫做獨立 這叫做獨立 所以從一個國家獨立而出 統就是合併回一個國家 我學生畢業 現在很多畢業 外面 還沒有找到工作 或者是薪資不高 在外面做房子 生活比較辛苦 我要回來 我爸爸媽媽的家庭大 比較省 這叫做什麼 統一啊 這就是統一嘛 回到我們原來的那個房子 回到原來的那個國家 就是統一啊 台灣人有三種啊 台灣人 要跟中國統一的那種啊 我們都是 炎黃子孫的啊 林董的嘛 他要從中國獨立出來的啦 還有一種就是 回歸國際法 要讓台灣的地位正常化的 我們今天在呼召的是這一群人啊 大家願意走這條法理的路 就可以回來啊 台灣民政府不支持台獨啊 反對台獨啊 台獨沒有路 沒有路就是他沒有法源的路啊 no way 沒有方法 way 方法 沒有方法 再解析給大家聽 台灣人跟你的想像的獨立啊 公道 好 台灣了吧 那就高雄是先獨立啊 高雄共和國 屏東共和國 台灣有16個國 來成立一個聯合國 這樣買通啊 那不可以 如果這個方法可行 早就 高雄早就獨立了 台南早就獨立了 以前也有人這樣說嘛 不然樂水卡伊南獨立好了 有嗎 倒數 樂水卡伊南獨立好了 公道還有另外一種啦 他說要專民公道的就是 他說台灣主權已經獨立了 他說要專民公道 那獨立了要說什麼 你就獨立了要說什麼 那獨立了要說什麼 那獨立法還要中華民國來立法通過 我們現在獨立了 那獨立法還要交給我們這個 占領款的這個政府 來 你把我通過一下 立法通過 讓我們投票可以獨立出來 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打混帳啊 我們一直在打混帳啊 這個新聞就是在講公投法 13個人可以否定12萬人的簽連署啊 公道法你還送給他神盒呢 他敢有借給你過 不然把你調比較難的 其實這都是在裡面打轉的 修憲路線啊 台灣已經實質獨立了喔 他說現在就是那個 就是要經過公民投票 全體投票 他說已經 他剛才決議文就是這樣 已經實質獨立了嘛 修憲取得法理獨立啊 我現在也說法理啊 建立台灣共和國 修誰的憲法 修別人的憲法呢 不是啊 現在沒有台灣憲法啊 他現在修憲 修憲的人不是在修那個 台灣憲法 台灣沒有憲法啊 他修ROC 就是流亡政權的憲法啊 可以把它修成台灣啊 要改名嘛 改國民嘛 改領土範圍等等 任何憲法都可以修成台灣這樣不行 你想要修ROC的憲法 為什麼要修他的憲法 為什麼不把美國的拿來修 或者我們把憲法修 修成美國 全民拿綠卡 免辦簽證 是不是比較快嗎 要不然修成加拿大 修成日本也可以啊 流亡政權就地合法的路線 透過公投 十萬人連署過門檻 不會啦 十二萬都已經被十三個人 否決掉了 你十萬人會過什麼門檻 公投成為像瑞士的中立國 好像不錯喔 這條路線好像不錯喔 我說台灣人自己想想的 都不錯的路線 什麼叫中立國 如果你看UN的網站 你就會打下去 他就有一個聯合國的會員 成員 你如果怕那個N N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一個紐 S啦 S 這瑞士 瑞士在2002年的時候 加入了聯合國 你說他中立國喔 人家加入聯合國啊 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耶 中立國是全民皆兵耶 也是全民皆兵耶 以色列也全民皆兵喔 台灣人要全民皆兵嗎 男女老少每個人都配戴槍 大家很喜歡戰爭嗎 公投成為中立國也是一種台獨啊 流亡政權又有另外一個路線啦 透過選舉 政黨不斷輪替 讓綠營執政二三十年 台灣就獨立了 你覺得可能嗎 漁船開了五十年會變航空母艦嗎 制度性的問題啦 哪有制度你隨便變都可以的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制度 如果可以隨便改變 然後成為獨立狀態 那也可以隨便改變成為統一狀態啊 統一的選項一定要是中國嗎 對不對 統一跟荷蘭統一好不好 很好啊 德國統一也很好 日本統一也很好 美國統一也很好啊 那為什麼一定要跟中國統一 所以制度上是不可能這樣子改變的啦 流亡政權是不可能這樣子直接 憲法修一修 那你就好了 不可能了 因為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如果可以這樣子 那中華民國的憲法就修 夏威夷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樣就跟夏威夷變成一個國家啊 不可能啦 獨立的前提 要先知道自己是誰啦 你知道自己是誰嗎 今天台灣人要有出路 就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自己是誰的身份 不然我們都會在這裡坑在洗啦 獨就是同一個國家獨立而出 是處於一個國家的狀態 屬於一個國家的部分 從母國獨立而出 來 加拿大這塊 這塊 紫色的 紫色的 魁北克 魁北克不是一直插在獨立嗎 他想要投票嘛 魁北克為一個獨立 為加拿大 他想要為加拿大獨立出來 這 中國月而已嘛 蘇格蘭他要獨立嘛 他要獨立是什麼 大博烈殿英國啊 大博烈殿聯合王國啦 他有四個Nation就是 英格蘭 然後培愛爾蘭 蘇格蘭 跟威爾斯 我還有一個威爾斯的朋友 我就說 你是英國人嗎 我不是 你護照的 那個 那個大英聯合王國的啊 我不是英國人 他們分得很清楚 他們也有威爾斯語言 但是他們的官方語言就是 英文 蘇格蘭要從大英獨立而出 這叫做獨立 克里米亞這是烏克蘭 克里米亞要從烏克蘭獨立而出 加太農林亞從西班牙獨立而出 這叫做獨立 若是屬於一個國家的殖民地 也在獨立 戰爭二戰之後 聯合國有一個人權宣言 就是說 地方的國家自己的居民可以公投自決 自己決定 從宗祖國獨立而出 印度過去的宗祖國就是英國 但是印度雖然獨立了 他現在還加入到大英國協 就是大英國協的成員之一 他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們的大英國協就是一個team 一個team 所以我們來看 母國宗祖國的部分領土 魁北克 母國宗祖國部分領土 這就是烏克蘭 克里米亞 大英王國蘇格蘭 西班牙加太農林亞 大英帝國印度 這都是歷史上的例子 台灣的宗祖國有什麼人 問獨立的人就好了 敢問嗎 你獨立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你的母國在哪裡 問題是在這裡 台灣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國是什麼 因為從洗腦過去了 所以說要獨立 到底是獨立什麼 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去思考 我們就向宗祖國 台灣的政就是這樣 帶著走 所以台灣要找出他的母國 那母國真的這麼壞嗎 你的母國如果是中國 就真的很壞 台灣人的母國那不是中國 台灣那不是一個國家 有負責 有郵票 有錢 他也不是一個國家 除了這裡 才有寫台灣 才有一個土地這樣而已 哪裡有 跟台灣有關係 如果是台灣 哪是一個國家 哪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美國會反對台灣 加入聯合國 我們注意看這個新聞 我們看這個新聞 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 台灣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國家地位 要不要是什麼 台灣沒有國家地位嘛 所以你不能加入需要國家地位的組織嘛 所以台灣沒有那個國家地位的資格啊 我們要怎麼加進聯合國 不可能啦 如果不是台灣是什麼東西 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 台灣不是殖民地 是嗎 不是啦 別懷疑啦 我們今天如果是殖民地 我們就可以依照聯合國的憲章公投自決 我們如果是殖民地的話 我們如果是殖民地的話 這就頭頭問過了 要從哪裡獨立出來嗎 台灣的祖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大清 我們在講你的祖國 要講那個定義 祖國的定義是什麼 很簡單 不要懷疑 阿祖的國 你以為我阿祖的國 你說過的太祖 太祖我才會知道 還是怎麼我說阿祖的國 這有原因呢 這個啊 我們阿祖的國就做這個事情了 做負責政策啊 負責的這個 負責的這個 負責的這個調查啊 這就是一個有制度的國家 要管理他的人民 所設的制度啊 我們在辦新聞前 不是都會看到這張 辦這張嘛 電腦拍的不準算呢 他就像這個無筆寫的 那就可以看出 我們的阿祖 我們的老 我們的 老爸 或是我們的阿公阿嬤 他們 什麼時候出事 這是在哪裡 他的相關的 這叫做發論文件嘛 要辦一個 貴乎 或是土地的個性 不是都要這種嗎 這種發論文件 這叫祖國啦 跟這有什麼關係 1988年喔 這個龍貓的電影 卡通出現了 我們最近 我們孩子很喜歡看這齣 我來 我來給他看 我發覺說 欸 這等一下喔 有很多畫面喔 竟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我相信 接下來的畫面 也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我帶大家回來 祖國節 這個 從影片結錄出來的照片 來 這是 穿什麼 這人也是嘛 對不對 在州 各位有穿過這個 沒有 都沒有 來 有嘛 剛才說沒有 不記得了啦 所以那個空室說 他還會記得 他不記得了啦 這是我本人小孩的時候穿的 這是我 常務民間府之後 我回去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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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孩怎麼穿這個 我阿公阿嬤給我穿了啦 我阿公阿嬤都說禮儀了 跟他們的怕離開說這個台語 跟我的大伯子跟大伯子他們說離開 為什麼因為他聽到有 他剛好在1945年以前出席的 其他小時候我們借給他們這個就是 1945年以後出席的 不像日本的教育的 就有差在這裡 我如果說阿嬤不是哈日祖啊 因為贏的生活習性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個東西就是繼承來的 這不是為我做的 就是我的長輩 我的哥哥姐姐堂兄堂弟堂妹他們 這樣傳下來因為我出生了就給我穿 有這個記憶吧 來 有看過這個吧 我們那個時候的文明就有這個 這鄉下 這現在還有啊 這看得到嗎 一個國家要管理人民 水 爐 還要負責調查 好好的最小調查你的地理 這就是一個好的國家的政府 好好的要管理人民的 你看我們現在的水 油 爐 這是什麼政府 你這樣比高出來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有看過嗎 這什麼 湯室嘛 湯室是什麼 放三口湯壁嘛 啊 看這個茎子有沒有 有看過喔 過去應該是這樣吧 你我都有這種經驗嘛 這是這個龍貓的影品裡面造出來的耶 為什麼他們有那個記憶 我們也有這個記憶 再來 有掛過網桌嗎 有嘛 小人都這樣嘛 我們都睡這種名秤嘛 我們沒有在睡什麼 單人床 雙人床這種也沒有嘛 對不對 以前睡這個嘛 可以睡什麼 睡檢查 可以放東西 對不對 過去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個皮枕頭 我們就是這樣睡的嘛 沒有碰層嘛 睡到它時下起來就 自皮放在湯室裡面嘛 所以有看過小叮噹的請舉手 有沒有 小叮噹躲在哪裡 湯室裡面 那就是那個門一打開 那個皮都把它放在裡面 那個就是湯室 過去公車有這個嗎 有沒有 車匠嘛 這是一個 這也是公務人員的 一禮拜有兩個公務人員 一個是 輸雞 一個是車匠嘛 過去 小叮噹不是 整個頭出來吹嗎 我們今天你的文化 墮落到什麼程度 小叮噹是沒有人要親戚的 他不是你還找不到的 這張車有看過嗎 不是說空名車 空名車叫做中國 空名車就是中國 空名車就是中國給我們的文化 空名車就是中國給我們的文化 空名車也不會做這個車 空名車 天上就天上 空名車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是 太久以後 我們都一直在中國換掉了 中國換掉了 有坐過嗎 這有坐過嗎 以前有車牌 有沒有 他這個 腳踏車有車牌 有車級 腳踏車有車牌 對現在人來說 很難以想像啊 可是那個是一種管理的制度 交通上管理的制度 有 以前有這台車 你家要做生理 要載費 要做什麼費 都靠這台嘛 有坐下旁 腳踏車 腳踏過有沒有 有沒有 走一下 對啊 記憶深刻 有沒有 為什麼 這台電影裡面 有這個東西 來 以前沒有小孩 如果要下車 是不是都這樣 腳踏過有沒有 吐了吐了 還坐不到椅子 對不對 這個影片出現的喔 過去的冰冬車頭 這裡有以前的車 有看到嗎 台北的捷運到1999年的時候 才有這種東西 你看落後了多久 落後了多久 這叫做阿祖的孤 這就是我們阿祖的孤 我們阿祖過去 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 台日本大國 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 他就數五年的細微 成一 天皇 落教書 之後 我們就已經發病 做一個國家了 沒分關鍵了 他說沒分關鍵 那時日本人的薪水 多少什麼 在細微末節的地方的制度 或許有一些差異 或許他們的眼中 還是對我們有一點點歧視 或許啦 但是在制度上 法治上面 國家的制度上 我們沒有差異了 日治啊日據 日據就是 中國文化給我們教的啦 說淘汰的啦 淘汰要怎麼淘汰啦 秋季可以淘汰 錢可以淘汰 淘汰要怎麼淘汰 我也不知道說 有辦法淘汰 他們現在就是淘汰 叫做支聚 支那戰聚 日本獨立嘛 過去我們的祖國 就是這個君主自宪的國家啦 過去我們的祖國 這間有看過嗎 這間 武力庭應該上面有一個指揮庭 有沒有 我用這個類比比較容易了解啦 因為講得太細喔 大家又想要睡覺了喔 來 指揮庭裡面有一個人 坐在裡面 這個叫君主啦 那這一台指揮庭插到那一個鐵釘缸之後 就可以發揮完全的功能 一個就政府啦 那君主坐在指揮庭裡面 讓政府可以控制整個國家機器 這樣了解喔 那所以咖啡就是 政府的單位或者是人民 保健就是憲法啦 是這樣子 1895年之後的這個下官條約 下官喔 他都說馬官條約啦 他說馬官條約 不知道那是馬年啦 因為今年馬年嘛 馬年 不知道那是馬年的關係 下官條約就是日本下官式的那個地方 簽你的條約 那時候之後的條約就是台灣 就屬於日本治理 這就是條約啦 君主制的國家喔 就是這個皇帝對皇帝 委派授權人對簽啦 問題來了啊 李鴻章的權力能不能大過皇帝的權力 他授權一定有範圍嘛 不可 他雖然是皇帝的代表人 簽約不會皇帝從皇帝的寶座上面走下來 然後跟對方的皇帝簽約不會這樣子啦 他是授權啦 他是授權啦 代理機制然後下來對簽啦 這就是日治 日本在1895年之後 開始依據戰爭法要征服台灣 因為那時候大清割讓給大日皇帝的領土 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台灣全島 所以他必須要征服 因為有部落形式的人民在抵抗他啦 就是我們說我們的這個 隔山族的抵抗他嘛 他也侵占我們的領土 所以他也產生這個所謂的物色事件 這個時候你看這個時間點 打了滿久囉 然後皇民化是什麼 就是滿足剛剛那個國家機器 這一塊領土要有你的人民啊 你不是割讓之後 那這塊領土全部變成你的人民 不是 要有你的應該是說國民啊 你的國民 在法律制度上要有你的國民 所以皇民化就要求 你要學日文 日本文化 鼓勵的方式說可能多領一包米 然後你就可以成為國民這樣子 這個時間點 我們高沙族的義勇隊 認同這個國家 參與二戰出征 你看這1942、43 到1945 天皇下了一個招書 讓我們可以成為帝國議會的議員 你再看這裡 中文版 特別賦予朝鮮正深感欣慰正基於此 特別賦予朝鮮和台灣住民 加入帝國議會的議員行業 以廣開文明參與國政之途徑 一個國家有一群人 因為招書 然後可以讓我們可以成為他的議會 參與國政 你不是他的成名 國民 你不是他的成名你是什麼東西 你不可能是外國人的 你一定是他本國人 所以這個時間點以後 整個台灣變成 台日本帝國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 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參政、成名 我們可以參戰 不是義勇軍 我們直接是可以被徵兵 效忠 軍隊就是效忠 我們可以做日本兵 不知道有今天去靖國神社 參拜的這個行程 參拜誰 靖國神社是追到那些 為這塊國家領土戰爭死亡的 是要紀念他們的流血流汗 台灣人都忘記這段歷史了 我們有一群祖先三萬九千一百名 被供奉在裡面 沒有民政府有誰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要說不孝不不討的話 我們都沒有去看我們的社長 你如果要說不好 這就是不好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生鬧變成中國人了 靖國神社有我們的祖先的牌位 如果不是說日本國 你說台日本帝國的國民 他為什麼要把他放在裡面 是這樣 台灣不需要獨立 是需要遵守國際法 回歸正常化的國家 我們不需要獨立 我們就回來了 我們就有一個祖室 我們這個不要看 來 我們來看這裡 克里米亞公投 歐盟說不合法 歐盟說不合法 為什麼 過去我們就是這樣 台灣人要公道 立聯合國要獨立 為什麼美國在動 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為什麼他說不合法 他說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克里米亞也不行啊 大家情感的台灣人出現的時候 就說啊 這是不行 沒有去問說 啊 怎樣才行 他在今年的3月16公投 超過八成 你看他的人口比例啊 我今天那天是講的這個克里米亞 他違反那個國際法 或者是這個公投不成立的要素之一 因為不成立有很多要素 包含俄羅斯的軍隊在那邊威脅 也是一個因素之一 人口比例 烏克蘭壹24% 俄羅斯壹58% 達旦壹12% 這個去公投誰贏啊 如果這個比例 我們把它套來台灣 中國人呢佔了24% 台灣人頭腦裡面認為他是中國的人 佔了58% 在座的各位是本土台灣人12% 這個投下去誰贏啊 當然是中國人贏啊 因為多數人頭腦裡面都是中國人啊 對不對 97%的選民支持 克里米亞從烏克蘭獨立 並加入俄羅斯 請問這個是統公投還是獨公投啊 烏克蘭的一省 克里米亞 克獨 就是克里米亞獨立啦 他下一站是什麼 克里米亞要從烏克蘭獨立 他剛才不是有俄羅斯贏嘛 他下一站要去哪裡 就是這個嘛 誰在支持克里米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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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邏輯要搞清楚喔 來 先看這個齁 記起來 台灣民主國 1895年5月25日 大清帝國成立 一個台灣民主國 讓台灣獨立於他 可是台灣要成為他的成屬國 還要把他操控呢 這樣獨立 這些人都支持過台獨耶 我們怎麼看 孫文公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被日本壓迫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被日本壓迫 請問 日本 在台灣的 中國同胞 被日本壓迫 這個日本是什麼人 不是啦 孫文那個時代呢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他們來了嗎 被日本人壓迫 日本人怎麼呢 就是我們嘛 因為他是外國人啊 我們必須鼓吹 台灣獨立和高麗獨立 高麗就是韓國人 的運動互相聯合 這些人都說過獨立耶 我們這裡過期 我們自治獨立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是他們要討論 我們都被混亂的那個思想 誰在支持台獨 誰會支持台獨 美國不支持台獨 為什麼 有人在支持台獨 要去想 背後的勢力到底是誰啊 台獨的下一站是什麼 大家有清楚了嗎 你怕獨立的路線 到要來變這樣 台獨的前提是什麼 是有一個共同的母國 叫做中國 你的母國如果是美國 你怎麼想要獨立 台獨是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台灣人對資訊麻痺 新聞報那幾次啊 有看到宣傳單啊 有報紙嗎 有看啊 對台灣民政府還是是麻痺的 我們看一下案例3 給外頭排一排站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China才行 很多這個金門人啊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台協會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的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天洩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時 國籍才會歸類China 好久以來有這個 這個設計不是他們 因為金門就是在不堅強 所以呢 這就是 好像每一年就 有 繼續有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 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 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打呼不可吸引 TV新聞總和報導 資訊看過 很敢的台灣人找出來 怎麼可以這樣啦 金門都我們的土地呢 怎麼可以把他灌上中國籍 把那個議員還好 不能因為金門是屬於 中國福建省的部分 就把我們灌上中國籍 不然要灌什麼籍 要灌韓籍還是灌什麼籍 它就是中國的領土啊 外國都穿得很清楚 其實媒體包裝到台灣人都包在裡面 都不知道這個媒媒的感覺 我們就騙了 騙了69年 很像錯嘛 他訪問AIT的官員也說嘛 好久以來就有這個問題了 他也一直都這樣做啊 主席就是這樣嘛 那個議員還用感情的 不可以這樣子 讓法治上的也這樣子 不然要下什麼了 他說問外交部 外交部說什麼 我們還要再研究 再研究就是沒有消息啦 我不敢跟你說 因為你新聞記者 你又撲下去 中華民國流氓政權 這事情就撲出來 他沒有正當性的撲出來 台灣人你不可以切 台灣人要得手的 台灣人像植物人的 你不可以切喔 植物人也是會切開的嘛 切開 你不可以切你再睡 你在這裡恒溫 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 為什麼要你再睡 肉也要再煮下去 你再睡 為什麼 我們國中給你試吃的 給你餵餵餵餵 給你餵餵餵 在這裡睡很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家裡的人 會再獲錢來給我啦 你再繼續睡 再做肉類 再六歲金 好好 先我你就退休校 國中 國中 大學 找一個好的頭路 科公務人員 結婚生兒子 買房子 今天餵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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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明天你看不一定你看我 我們當時看都當作耳邊風 然後我們麻痹的資訊就是這樣子 來 中華民國軍隊在裁撤 大家知道這件事 知道嗎 中華民國在撤退 你知道嗎 不知道嗎 我跟大家知道 來 那個Google再等一下調出來 Google 我給大家看網路的私訊就好了 因為馬上試給你看 做成PowerPoint的 有人說我們作假嘛 我們直接試 你自己手機現在有通了 你可以直接試 來 直接打廢紙 兩個字 好 Enter就好了 往下看 好 那再加一個keyword 來 往上 廢紙空一格 你打那個行政院 來 有沒有 廢紙 廢紙組織條例 有沒有 起的國家為什麼會有把組織廢紙的條例啊 而且都是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103年 2014年 產生的喔 為什麼 會有這個東西出現 如果 有人會去做嘛 我會去詮釋 學歌出現 修辭 學歌出現 因為一個國家 一個組織的成立 到廢紙 應該都有 相關規定的法令 它才是一個完整的組織 為什麼 這麼多廢紙條例 都是今年出現的 為什麼 台灣人不知道 被封閉在資訊裡面 我們在這個框架之下 我們永遠看不見真相 這樣 可以證明了嗎 你如果有手機就讓我們很差 不是 我在這裡騙的 這個關掉 收下來 收下來就好 來 軍隊的財政很奇怪 金門要財軍 修辭學又來了 財軍 他跟他說我們要發展觀光 所以不能有軍隊在那邊 夏威夷有駐軍 美國呢 有嘛因為他們自己的駐軍 美國他們自己的駐軍嘛 關島還有駐軍 也是有啊 還有觀光 有嘛 還有衝突 那為什麼他要裁軍 那白人的土地 你怎麼 棍隊踩在那裡這樣對 你理解 來 這也是縣子部 海軍陸戰隊 來 阿帕氣 交集合 馬先生 他說馬先生 主持 陳軍典禮 他坐在這裡說誰來 第二批 第三批 來 問題來了 軍隊裁測為何買武器啊 為什麼 我 我那個 財官 公司財官 結果我擴廠 那是一個 矛盾的狀態呢 一個矛盾的狀態 為什麼你裁軍然後還買武器 發解美國 有什麼好處 來 誰在買的 就問這個問題 你就不要問下面 想清楚喔 中華民國買的啊 他要統一 要請問那個 這個武器會變誰的 所以應該不是中華民國買的吧 美國不會賣高級武器 給中華民國 送給中國去研究啊 所以誰買的 你等一下保留答案來 誰付錢 喔對啊 這 會痛嘛 所以這 大家都知道這個答案了 賣給誰 賣給中國 中華民國 台灣是誰佔領的 為什麼要賣 我們 他們為什麼要賣武器給我們 賺錢啊 他要回來台灣 武器要怎麼進來 又有錢可以賺 名義上是交易 武器又可以進來 他要回來佔領 又使用這個武器 死做俑哲 死做俑哲 美國 做得手高價手啦 還有錢 要抽 那個中華民國 他還可以收回扣 那個雙贏嘛 美國贏 那流氓當政權也贏 我們台灣人輸 為什麼 我們還在背負 戰爭在呢 二戰之後 我們從剝削到現在 還在背負 戰爭在呢 日本人 如果有良心 應該要趕快來 支持台灣人 綁戰台灣人 總統喔 我今天不是要 培評 日本的人 怎麼樣 我是說 其實這個歷史 很多人 不知道 台灣人也不知道 連日本人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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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去 雪農與水是我們 我們跟日本 不是跟中國 跟中國 那是用戒過的 頭腦的書宋 那用戒過的 言不見為憑 來 有一個圖我看得到嗎 有看得到嗎 有人沒看得到嗎 在這裡 有人說 我要看得到 看得到 我們要相信 我們民進會在什麼 它這是 台灣 外面的團體 其中 一基 路線的團體而已 有人這樣說 來 有一個馬桶音 有看得到嗎 馬桶音 有看得到嗎 在這裡 在這裡 看不到 看不出來 來 來 這裡 就是這個角度 有沒有 好 看不到 沒有標示 不存在 看不到 不表示不存在 台灣民進府的法理論說 就是說 日俗 台灣土地壓 又是日俗 在日本天空 日俗 天空不用 納稅金 你如果要納稅金 表示那個東西 不是你的 天空不用納稅金 天空不用拒絕 因為拒絕是 他會民進的政府 發給你的 他受款 給民進的政府 發給你的 他還給自己 付照 這樣表示這個政府比他更大 天空 就是那個國家 國家發營代表 最高的代表 就是天空 美國軍事佔領狀態 大家有看到嗎 沒有看到 還有存在 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 有人說 你將會給我看 你給朋友介紹 要給他換去 他的台灣的烈情 你給我看 我看不到 我們看一下案例是 這來牽涉到美軍 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美軍 他們內部也是 這個後勤管理體系 也是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們錯把 四枚 這個叫做義勇兵 洲際彈道飛彈的彈頭 其實義勇兵 是可以裝核彈頭的 的彈頭 他叫錐體 就是飛彈的最前面那個彈 不知道為什麼送到台灣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本來 我們那時候本來 是跟他們採購 是直升機的裝備 好 那也不打緊 你送錯了 就送來 送來之後放在台南的這個 這個行情處 一個基地裡頭 庫房擺進去 擺了多久 一年多 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送錯了 沒有人發現送錯 我們有彈頭 對對對 我們有核彈頭的錐體 放了一年多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這個2008年的3月 美軍自己內部清查他們的庫房 欸 少了四個彈頭 結果 結果他也不是說通知我們 我們國軍 我們國軍的那個 這個庫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 反正這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彈頭之類的 也沒有上報國防部 所以就擺在那邊 擺了一年多 結果美軍在2008年的3月 台灣總統大選後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軍機 降到台中清泉鋼機場 半夜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事情 最扯的地方還在哪裡 美軍的軍包機 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國防部是不是應該知道 當然應該知道 也沒有通報 也沒有通報 我們基地的這個聯隊長 也沒有通報 連雷達什麼都沒看到 那我們空軍都在中心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所以這個 有去蹊蹺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結果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AIT的官員 在透過軍中的 所謂聯二系統 情報系統 因為跟他們很熟 就跟他們說 你們庫房裡面 有四個東西 是運錯的 那可不可以 讓我們載回去 就派了這個 上面是掛這個外置 這個外置的這個車子 就秘密開到台南的基地裡頭 然後就把這四枚彈頭 偷偷運到台中的清泉岡基地 然後就飛機就飛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這個代表 才跟當時的部長 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長 叫蔡明倩 才口頭跟他報告說 我們昨天晚上 把這四枚彈頭載走了 但是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了 他才發現居然有 這新聞是去年 八月的時候 八月中做的 他在什麼新聞面對面的新聞 這談話性新聞通常都是 茶餘飯好了 好朋友吃飯喝酒 說說的 啊很含很含啦 就過了 台灣人看也沒有啦 這個東西聽起來很含 他有他的原因耶 不是這麼單純耶 像我們美國空包機就是 先說頭前啦 他說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 啊這個記者怎麼會知道啊 沒有人知道就是 都不知道耶 一定是由某一些管道洩漏出來嘛 再來 美國的 平洋機背後的機場 平洋機可以穿菜 看來的機場 就把他背下這樣喔 那有 那有那個 那頭有什麼 有障礙有 會撞到嘛 飛機有這個常識吧 一定會有 基地的塔台聯絡人員嘛 沒有 他太知道哪一個 跑道是OK 可以下來的 這是第一點 為什麼是清泉港 清泉港喔 清泉港喔 他們的這個 這個歷史 我稍微有去了解 就是說 過去 美國要求 簽名 台地簽名的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說 他要在這裡蓋基地 要做他基地 他們出錢 這個流氓賬款 就佔那塊地 做美國 所以 流氓賬款 是在收財金的 那財金應該是台灣人的 他就收財了 做出來之後 他現在飛機下來 連隊長都不知道 沒有通報國防部 下來應該就要知道 對不對 為什麼也沒有通報國防部 為什麼 他那個地方 他那個地方 一定是美軍的內部人員 再來 掛外置的車 秘密開到台南機場 台南機場也是一個點喔 大家要看新聞 這種敏感度要有 把那個核彈頭掛出來 巧的是 2003年放進去 一年多後拿出來 那時候都要所謂的 總統大選 這時間點太微妙了吧 為什麼 每次這邊有一個大選舉 可能會有產生大變動的時候 美軍都要出現 那不是美國僅僅 他承什麼 他在這裡 他敢不可以穿菜 他要載下去核彈頭 載他北京放 不可能 這個有沒有四之一 有四之一嗎 沒有好 沒有沒有 來 我們來提升一些解讀能力 看新聞看媒體的一些解讀能力 一個就是要超越自我 我們看一下案例五 我們要超越自我一些 做一些資訊的填充 直接拉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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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指摺的銅龍喔 你看他在洗的時候 那兒子頭都會對你 他的眼睛都會看你的兒子頭 他的頭會搖動對不對 可是他是紙做的 紙做的應該不會動啊 你看到背後了喔 不知不覺他又會動了 我們視覺上會這樣子喔 好 好 你看看 跳脫受限制的角度 這個媒體就給我們一個角度 你只要在那個角度 在那個角度裡面看新聞 看中華民國 你永遠都看不出現象 當我們現象這隻恐龍 你覺得奇怪 他都一直在看 當你跳脫的角度到後 你也知道 原來那個恐龍是怎麼下去的 我們一開始看就是撲出來的 對不對 你跳到那個角度 今天我們在這裡 在上課 我們就跳出這個角度了 來看中華民國是什麼 看台灣是什麼 看美國 台灣 日本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就跳出來了 要再跳喔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因為有很多的事情 是很多角度在看的 我們如果沒有充分資訊 我們不知道 煉獄的台灣 美國的這個歡迎 跟我們拍說台灣人 沒有國際台灣人 外地稱政治煉獄是 美國說的 政治煉獄 不是台灣民進府自己發明的名詞喔 什麼叫做煉獄台灣 這就是煉獄台灣 我們都在裡面洗 走不出去 在我們的事項裡面 我們過去撤紅的事項裡面 在洗澡不出去 政治煉獄的輪迴就是這樣 你如果看媒體喔 政策議題 媒體炒作 抗議遊行 政治解套 再回來 政治收割 今年要選舉了 再回來 政策議題 核四 媒體炒作 核四好啊 沒有啦 政論性節目就開始講 抗議遊行 反核四 還有政治解套 政治收割 軍中人權 一樣 學運 一樣 政治收割就是選舉 什麼人可以學到 越多票 越多支持 就贏了 所以你如果看抗議場 都有人穿在背心 沒有沒有議員 就是這樣 流亡體制裡面的空間 都是在政治煉獄裡面 我們看一下案例六 一開始看到抗議就是我們想的嘛 可以坐一個人嘛 一天看到那個北斗 就想說很大北 看到那個咖啡杯 就是正常的咖啡杯 他想不到他去變瓦光嘛 對不對 去除舊的思考認知方式 哪有時候想法的滴滴 我們想辦法倒閉 還是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想法 來看事情 過去 你把我們打 把我們說 把我們說 今天不投票 明天沒跳投 你不參與政治 政治會參與你 的確有些道理是對的 但是 煉獄就是認同參與流亡體制 就是今年的流亡政權的體制 所有的制度 選舉 平凡式的選舉 分錢式的選舉 還沒聽過 你打一票 你就給你投30塊去 還沒聽過這個說法 還有根據 有沒有 只是聽人家說 要去查證 以耳傳耳 去查證 去追究 那個到底根源從哪裡來 到底那個問題 那個公法在哪裡來 來 選錢都神聖的一票對不對 選後就這樣 從你口袋拿鈔票 我們那些投票 我們都拿鈔票 我們都不知道 選霸法第43條 你把它寫下來 你把它寫下來 回去找 親親朋友 都跟他們說 我們選舉的 因為這條 讓我們落地的錢 拿出去 這就是他的條文 來 政黨票 一年一票 補貼 新台票50塊 立委一年四年 四年就是200塊 你投立委一票 他如果中選 他如果折到一票 他就可以補助30塊 這樣啦 是這樣 所以第一次入委 就是230塊 四年 不只這裡喔 我們再看喔 今年九合余 你看多減中 今年的九合余 我用2010年的市長做例子 五都市長做例子 今年直轄市 縣轄市都一樣 都要選 我想這可能中華民國最好一次 撈錢的選舉 教價的票手 百百分比 一票30塊 把他撐下去 一億兩千萬 只投給市長而已喔 九合一裡面 只投給市長的這些票數 算出來是這個錢 就是他的補助款 他只要一上 他的補助款 就有這些錢 不要參加流亡政府的選舉了 越算越吃力了 你去算就是 承認他是你的政府 承認這個制度 你投的每一票 無論你什麼事都一樣 因為你就是 在這個制度裡面 走在這個煉獄裡面 在這裡在登市 都是在支持他的合法性 今天這個平台 就是選舉制度 這個平台 這個人在這裡演講 無論你是支持還是抗議的 你都是站在這塊裡面 對不對 你都是站在這個制度裡面 但是有人選擇了 離開 這些人如果全部都離開 他就幫他了 這個制度我們就要讓他幫他 他比較沒有這個合法性 不然每次都說 全體有投票權的人數多少 投票率多少 朝貝七星都說 你看 七星的台灣人都支持我 跟他們投票 無論誰贏都沒關係 因為這張狗就在裡面在玩的 男的贏 立的贏都是他贏 因為那是一般的嘛 開狗間的 是做正的人贏 還是外狗的人贏 不是 是開狗間的人贏 是開狗間的人贏 理性分析 來 最好幾個音樂品 你要去分析那個影片裡面的事件的真跟假 我們看一下案例七 來不及 你多給點事件 看看 你很快 總之我們 probability i got a small coffee bago with butter oh my god that sucks 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of my stuff get some napkins clean it up it'll be fine fine there's coffee inside of my computer 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oh my god holy f**k i got away from me i got away from me 那個人會扶起來啊 鎚子會跑出去啊 他記得這個 切 感覺是什麼 切掉下來 切掉下來 有人扶起來 鎚子會跑出去 這三個東西真的假的 假的 槍牙手 對啦 真的要槍牙手 真的啦 那真的咧 那真的啊 大家懷疑嗎 來 我們看那個七之一 有沒有七之一 來 大家看一看 借人扶該王 你看 也超人力 你看 也超人力把車抖了 好 你知道我在說真的假的是你說什麼嗎 一個人會扶起來 鎚子會跑出去 切掉下來 是因為 物理作用 機關 後面這個鞋子 就是給你們的解答啦 你會知道電腿是真的啊 那個坐在那裡也是真的嘛 那雜欄也是真的嘛 這事件都真的 但是那個表演的人 假鬼假怪 但是你看到旁邊這個 你就知道那個真的跟假的分別在哪裡 但是剛才沒讓你看這個 你看那個咖啡店 你就會說 啊 都假 感情的台灣人在這裡啦 感情的台灣人在看鞋子片的時候 就是這樣 因為你把他當作 那假都假了 但是你沒想到 我剛才沒跟你說 分色 你看的 事件 真的假 因為很多事情 很多假 一個真的 有很多事情 很多真的 一個假 這個鞋子 要跟我們說什麼 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 是那個人在表演 你覺得 讓你知道 你覺得那是假的啦 其實那些事件都真的啊 都真的啊 啊 看你怎麼解釋啊 真的假的 有時候我們分不清楚 台灣人現在感情的台灣人就是這樣 真的給你看 那假的啊 那假的啊 那假的給你看那真的啊 台灣民國 真的啊 因為騙久了 怎麼出事就是這樣啊 貨車真的啊 錢真的啊 錢真的啊 出去為什麼不可以用 還是說不可以用 再給你看看 你如果去印尼 你有去過印尼的人 你會知道啊 你貨車買去 立關的時候 他都跟你比這樣 看到你 中華民國 你這個不是國家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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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清楚的啦 來 我一次就是這樣 他叫做義民館啦 給他那一班 減疼一張爪 到一百對待的時候 他說這樣 我拿一百塊 台票 一百塊拿出來 沒有 我說要放桌啦 我用原文說 放桌 他說 青菜啊 我就 丟地管管 放給他杯下去 我不會再去那個國家了 不得意 我去那裡開花 沒辦法 看來這種 這種國家 真的很吃辣 你知道那 行李出來 有一個很好心的 會說中文的 你去哪裏 你去哪裏 你轉機啊 到他的時候 把你扣掉 我說 我錢都換過了 幾個五十塊 這怎麼可以 青菜 這種國家 我想說 這個國家的人民很好 對台南很好 我們台灣人不是 外國人 外國人來的 我們都會介紹說 對有好吃的 對有好吃的 甚至叫來的 我們家人交胎 這是真的 民風存譜啦 人家是民風險惡 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想說 全世界都民風存譜 全世界 那個 人 勝地最好的 就是台灣人 我們有這個 韓國 抗議的威力 的一半 我們就贏了 我們就不需要了 我們現在照顧最發力了 所以 今天去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這些東西 就是 有麻煩給大家 對事件 對事情的看法 可以不一樣 知道說 台灣民進府設立是因為 我們去美國 用人權的角度 我們比尖領有比尖領的人權 最重要的 我們在說天風天風的時候 我們如果沒有人動 要向天風這個概念 我們就不是神明了 君臣 君臣 它是對應關係 父子 父子也是對應關係 我如果沒有生人 我老爸是我老爸 我就不是我老爸的兒子 如果沒有生人 我們要向天風 所以我們的身份 不能一直在那邊來變去 我這裡有好空 我快來 我這裡不空 我快切一塊 我們的俗上 我們的中心思想 不能這樣變來變去 沒有什麼叫好中 好中不是 兩個兒子在那裡 很簡單 效忠就是你的中心思想 是一致的 我們有一個天皇要效忠 天皇當然他 沒有實質的參政能力 但是我們知道有一位天皇要尊敬 那個是未來 未來 那我們現在暫時效忠 就是美國佔領我們 美國佔領者的意志 就是法律 我們暫時對他效忠 暫時效忠不是說要做他的兵 就是說他如果要說什麼 我們怎麼聽話 就叫國際法 他也會違反國際法 我們就叫國際法 國際法給他告 我們今天去喚醒大家 這個 這個對 我們說政治人家起來 可以放棄 回去可以放棄 親人好朋友 把這些事情講給他聽 放棄更多 本土台灣人 穿起來了 好不好 今天到這裡 謝謝